底层的温度 精英的视角 我们这集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做一个降杠杆的活动 这是一个面条 我们中国挂一面条 这两年有比较悲观的说法 比如说挂壁面 就是深圳三河大神那边有这种情况 两三块钱一碗的面 还有比如说今晚吃了碗面 默默流泪的那个炒股 就是暴跌的那个事情 这个我们待会拓展开来 从面条开始说起 我们先说一下F4的事情 就是湖北省的省委跟武汉市的市委 我做了这一节节目 说权力洗牌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再强调一下 其实省委市委 这个是权力内部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一次事件 应该说比SARS还要更加的严重 严峻 既然问题更严重 暴露的问题当然也会更多 最后导致的结果 就是洗牌的烈度也会更大 这样看来 后面延档的时间会很长 之前的时候我对比了一下 03年的那次SARS 实际上最后孟学龙 包括当时的卫生部长 因为姓李的李部长 特别是孟学龙 他当时是政治明星 最后并没有 能够在仕途上走下去 还是维持在部级 所以其他方面变动并不大 当然王岐山同志 那当然是平步轻隐了 他处理的好 那从其他的角度来讲 当时洗牌并没有展开 那这一次呢 我觉得并不会 因为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 更加的庞大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其实大家对国家的要求 是更多的 那大家对视野也更高 在03年的时候 人均过敏所得 应该只有2000美金左右 两三千 那现在是一万美金 那这种成长 包括受教育 当时98年扩造的 当时的大学 还只是少部分的精英 才能够受到高等教育 但这十几二十年来 我们看到受教育的人口 大幅的增长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也让很多人实际上 在从社会上 就得到了很多学校的教育 那这样看来呢 其他方面的洗牌就更多 那我就一直觉得呀 所谓 爱国就要为之既深远 你要为这个国家想得长远一点 其实我的长远的想法 当然就觉得 其实光像03年那样 浪投下来还不足够 还要有充分的社会改革 夹杂在里面 这个一方面是达到一万美金 这个国家需要前进 利益需要有一个更平衡的方式 更规范的方式 更合理的方式 把它合法化 把它阳光化 来进行一个清洗 比如我们说 是不是说可以引咎辞职 这样的问题 从光源体系内部来说 那从国策上面来讲 我们是不是说要更改一下 比如说让信息自由流通 我们说了好多次 当然我这两天反复说的 就是引咎辞职这个事情 这个就偏政治内部 这个是权力内部的 一个规则问题 这个是另一个方向 我说的经常强调的 反倒是信息自由流通 那这些呢 实际上一方面是 这个国家需要 就是利益洗牌的时候 需要这样 那另一个方面呢 应该说是中产阶级 它的需求 它希望 自己是能够看到的 就像一个企业家 可以去规划来年的事情 做一个预算 那这样会心里有底一点 那同样的 中产阶级 想要往上走 他们是真正受过教育 很多拥有一定的财富 具备往上走的 这样的条件的一群人 他想要看到 我在什么样环境下 我确定 我能够有这个上升的通道 广道上去 而不是说我 如果不努力 或者是 上去的广道 没有很明确 但是下来的广道 却很容易 就是中产往上走的 这个太固化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说要有这个更稳定的方式 让大家打开这扇门 好 那这是我们做前面的一点补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将杠杠的这个行动 那这个面呢 其实你说深圳的刮壁面 只有深圳有吗 只有三合人才市场 我到了三合人才市场去看 实际上呢 他那边的住房条件 其实还OK了 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 旁边的很多情侣出去租房子住 都没那么好的条件 都是在澎湖区里面 那三合人才市场旁边 其实已经是干净混凝土 五六层的丝楼了 只是说很多人 他是租不了房子 他可能在公园上面睡 但实际上说 只有这边中国的中产阶级可怜吗 这里我们延伸一点说 实际上我这走的很多的地方 都很明显 都有大量的这种中下的平民 比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跟一个朋友聊 我说他问我吃了什么 有没有吃肉骨茶 我说还可以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 多少钱呢 我说大概40块钱人民币 我说我找了个最便宜的 他说我跟你说 你要真的看穷的地方 我跟你说在哪 消费可以低到什么程度 4块钱人民币 5块钱人民币 大概一星元 这个水平 大家知道 应该说新加坡的消费水平 可能跟上海差不多 也就是说什么 实际上上海你要找这么便宜 都不容易 对吧 但是新加坡一样能找到4-5块钱 吃的是什么 就是白米饭 很差的白米饭 然后有一点菜叶子 算是一份素菜 然后有没有荤菜 当然是没有 就是素菜里面 有一点点漏心 漏墨子 像那种漏渣一样的 然后油有一点点油花 一个菜 那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4-5块钱 那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社会 在新加坡这样的社会生活呢 我们说他的公开的人口是四五百万 但实际上有超过六百万的人 在新加坡生活 那还有一两百万人 是为什么没有登记再扯呢 这就像深圳一样 说是广里两千五百万人 户籍人口不到一千万 只有五百万人户籍人口 那常住人口是一千二百万 这里有三个数据 是吧 那最后一千二百万到两千五百万 两千二百万之后面的一千万人 实际上这个城市 就没有把它真正当作冷看 我说的不光是深圳这样 没有把它当作市民 不能说没有把它当作人 那在新加坡是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这一两百万的是什么 费用来自于菲律宾 马来西亚 这个甚至是说更远一点的 泰国 当然也有内地过去的 那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 他们就在生活在这里 周末的时候就跟香港一样 就是跑到戏边去休息 就是有一天的假期 吃的都是最便宜的 那这里就我们接着往上说 就是我们说这次的疫情 慢慢地聊 这次的疫情 对中国的中产阶级 我觉得冲击是很大的 那中产阶级有很多的定义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定义 以前可能有的朋友听过 一年多以前聊过这个问题 就是爱心泛滥 这其实是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人能够爱心泛滥 而且在城市里生活 那这个人我觉得可以把他认为是中产阶级 因为你要爱心泛滥并不容易 表明什么呢 你有足够的闲心 你有足够的闲钱 你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 然后你曾经富裕的时间又比较长 不是说你现在有钱 是你有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别说隔代有钱 上一代或者上上代 就是自己有钱的时间超过15年 超过20年 他已经忘却了痛苦 就像最近这个片子 韩国的这个寄生虫 这个豪宅的家庭 他已经忘记了痛苦 所以看上去 这种人有点傻傻的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中产阶级 就是你跟他吃饭 他不是那么计较钱 你说谁买单什么东西 他不那么计较 当然特别会过日子的也有 这种不计较 是长久以来的一种训练 但是我们说中国社会有没有 其实极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中国中产阶级 确实是非常少的 但这种数量在哪里多 就是欧美 北美西欧多 就是人看了傻傻的 好像他的钱也很好挣 你说他的理财能力也不是很强 工作能力也不是很强 时间特别多 钱也比较多 这个就是我们说 这次疫情面对的 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说 这一次中产阶级 受到的冲击是极大的 我们说这几年的扶贫 最后这个阶段的扶贫 我们说是 这种其实说起来 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其实人道主义要做起来 并不容易 大家不要看什么 就算是国际红十字会 他能救助的人也是少数 你看一旦爆发战争 饥荒瘟疫的时候 你能救多少 你像这一次很多人在微博求助 你能救多少 实际上很多人就得不到应该的照顾 这不是说一个社会 是很多社会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人道主义要说回来 那这个 我们说爱心泛滥 往下面走 你想要好的一个晋升通道 或者说怕掉下去 那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 就是怕掉下去 一旦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中产阶级就是炒股失败的 这叫默默流泪 默默的吃面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两三年的情况是 国家花了大力气去扶贫 而在扶贫的这个阶段 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 这个是真的是比人道主义还要人道主义 因为很多人啊 你有能力挣钱的人 实际上早就从农村出来了 他早就从城里出来 你最后去扶贫扶的人他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工作意愿 你把饼挂在他嘴上他都会快饿死 比如说我了解到的 有的国内有一些接受扶贫的一个乡村的人 他怎么搞 政府给他安排了房子让他从山上搬下来 搬下来之后呢 住的地方有一个月还给他几百块钱三四百块钱补贴 自己年纪也不是特别大四五十岁四十五五十岁是吧 那家里灯泡坏了一个 打电话给那个村里干部 我家灯泡坏了 我住的是国家的房子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灯泡换一个 拜托你再穷也不至于一个灯泡买不起嘛 但是他觉得我既然住了国家的房子 这房子都是国家 房子又不是我了 那我干脆狠到底 我就是灯泡坏了 你说这种有啥用 好 我们再说 那这种 我们对扶贫的这些资源 这最后是谁 当然是创造财富的人 在工作的人 才能创造财富 那创造财富的就是实际上这几年 这两三年我们也说过这个观点 就是中产阶级实际上 它受到的光照很少 我们有没有说国内特别照顾中产阶级 没有 是吧 反倒是有一些小道消息经常会提起 就是 Party他经常在烦着中产阶级 你们受过教育 你们钱很多 那表示什么 你钱多了你就想移民 你受了教育你就想来监督我 那不可以 最好你这个傻一点 那最好你钱少一点 这种说法其实挺多的 挺常见 所以我们国内的话 实际上不说防着中产阶级 但至少你说平常说 哎 我很照顾中产阶级 没有啊 不多 那我们就看到路上的这个 光源在日常生活中很有威风 你要去办点事情并不容易 这个底层呢 又电视上每天在播受到照顾 所以我们看这次这个疫情啊 那刚才说的这个扶贫是一方面 社会的注意力 包括资源很多倾向 给了不太工作的人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两年 比如说15年的股灾 比如之后的P2P 比如在之后的 比如传销始终逛穿了 这几十年来就没少过 全建90年代就开始做了 那像最近这 比如说18年的时候 这个币圈的这个风暴 也很多人这个 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数 但还有就是最近这两年 18年19年 很多家里有比较高杠杆 去买房产的人 价值是在不停的下跌的 所以说中产阶级这两年 这几年并不是很好过 在以前的时候 富有的时间并不长 我们就从刚才说的SARS 开始聊起到现在 一共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自己这代人的积累 都还刚刚完成 就算完成了之后 它完成了之后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从自身房型来讲的话 自己把握财富的能力 可能也比较有限 比如说你怎么样提高 自己合理的去消费 合理的消费 实际上也是一种夸阶级 这是你利用资金效率的能力 如果说你家庭内部 自己个人都没有安排好 你何况说怎么跨阶级 你说去做一个企业家 当然还要管那么多的员工 这个难度就会更大 这是管理前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其实这个能力 正在培养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P2P 包括股灾 这些仿佛的这种一些财富的震荡 这都导致了什么 就是中产阶级在刚刚成长起来 又被收割了 而受教育程度也是刚刚起来 所以说国内资产阶级 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风险 这里我就也没有不提过多的一些建议了 简单说的话 非要说一两个 我觉得前面以前聊过的分散财富 分散财富我们也说了股市 但股市确实它有一定的专业性 所以说怎么办呢 学习的时间又太漫长 中产阶级你也包括继续往上面走 受教育又需要很多的精力 这又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几方面扯在一块 你得一点一点的弄 而这里一点点弄 只能说我们把精力集中往一个方向上走 比如说教育的话 有的人特别重视 可能是他自己就重视教育 自己懂教育 然后再给孩子充分的教育 这个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不太懂教育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 因为很多的家长实际上 他只是想着把孩子丢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但这个时候可能好的学校 过度的占用家庭的资源 比如说买了一个学区房 这样反而其实也并不见得是很好 因为你没有给孩子其他方面的帮助 反倒是你到了好学校之后 可能反而孩子有叛逼的心理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同时其他的孩子也比较优秀 自己的孩子反倒竞争不过 形成了一些自卑的心理 这些的情况就更复杂 怎么办 可能往其他方向走 你这个人比如经常要出差的 可能说对旅行比较懂 只能说把孩子多安排点旅行 自己带着去旅行 比如说这个是有倾向的 有偏向的 但当然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在外面有遇到一些朋友 他自己本身炒卖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那我说教育医疗 教育医疗这有很多东西我先压抑 我是不是说先投个机 这个发以横踩 这个跟智能说这样安排 看自己最上场什么方向 然后不停的往这方面突破 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就在这里 那从整 从国家整体来讲 我们说一下 应该说就不乐观 从这一次疫情来说的话 之前 这两年的房价下跌之后 很多人如果买了第二套第三套 有贷款的房子 可能反倒会陷入一种贫困 那房子降价之后卖出去 可能自己房子都要 快要保不住了 那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看很多中下层的中产阶级 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很大比较大的危机 那这个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工资 那后面 后面的这个企业怎么样呢 自己所在的这个公司单位 那后面怎么走呢 这些都是面临着这个巨大问题的 这里说起来其实是比较悲观的 但是怎么看 确实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继续聊 我跟大家说一下跨阶级有多难 挣钱有多难 我刚才说在新加坡的时候 吃那个面的问题 我还遇到另一位朋友也在新加坡 他是北大的学生 那我说那你这个学校不错啊 不错非常好 那你们同学毕业之后 出来找工作都是什么方向 他好像是哲学类的吧 就是文科类的 他说什么方向 主要做老师的居度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其他的我说工资高点什么 他说也不多 混得很好 找的工作很好 就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说其实就算是最顶尖的学校 当然我这是一个范围 还有我认识的其他的几位朋友 都是211加985 这是这种最好的学校 那当然不是说像最顶尖的这种 但是已经是好到很极致了 那同样的也面临着问题 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都30多岁了 是吧 那一起是同学读书上来的 那他们呢 我说你们同学中有没有混得很好的 很牛的 比如说现在能够混到个处级干部 别说厅级 厅级那是凤毛麟角 Mr.席可能才达到这个样子 30出头 能够这样 那他说几乎没有 我们都比如说一些做技术的也好 学文科的也好 少一个班上大学一个班上34人 能有一个到复处级 那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这是什么 这是最好学校 从北大开始到一般的 比如说上海交大 比如说西洋交大 比如说川大 比如说厦门大学 你说真正很高吗 没有 你像刚刚我说的 你从最好北大出来的话 你出来做老师是什么的 是的 一开始在北京深圳 他给你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每个地方不一样 你在北京包户口 他就给你1万多 80001万出头 如果不包户口 他可以给你2万2万多 那在深圳呢 没有户口 那给你2万多 甚至是3万块钱 一年年薪几十万 但是这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门槛 一个钥匙 你进去之后 你做老师这一辈子 基本上也就是做老师 当然会转行 但毕竟是少 我们说按概率来说 有马云也是老师 是吧 那这种毕竟是少 进了体制之后 特别是体制的老师 你就更是混 更是混日子 越过越 越安逸就在那里 所以我刚才这么说了什么意思 这其实啊 这涉及到一个形态调整的问题 是吧 形态调整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去 受教育也好 搞旅行也好 搞投资投机也好 如果都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 调整心态 只能说这个办法 为什么调整心态呢 就我刚才说的 你读了最好的书 那又怎么样 我再跟大家说 我身边也有一些 以前小时候玩伴 条件不错的 也有条件很好的 他们现在有没有变得更牛逼的 没有 基本上都被降阶级了 我初中班上全部都是官二代 什么副市长啊 什么 我就不多说了 副市长后来遭难 我这个初中同学 他很不幸 应该也是这个权力内部的一些 就是被别人抓到把柄 说他贪污10万块 这个 那 我班上有那么多的 你说现在怎么样呢 有一些在新西兰 在英国留学 有一些回来 有一个嫁到香港 有一个呢 在我们那边地方的 一个基层里面做事 在 在基层做事呢 应该是新西兰回来的 那也就是实际上呢 你家里条件给的很好 然后把你送到海外去受教育 也没有用 回来之后还是普普通通 就是普普通通 就是正常的情况 只能这么说 那怎么普普通不正常呢 就是很长很长时间的积累 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寄生虫的这个 这个角度里面去说 就是很长很长时间的积累 然后才能够有一点点的进步 好的 那我们自己说中长阶级 实际上你说给建议 每个人情况都非常不一样 其实 具体到自己 你看我自己 其实很多问题都会比较棘手 你 一个人三年能升职一次 那这个人就很厉害 每三年再升职一次 那就更厉害 是吧 但是极少的人一辈子 能够真正的升职两次到三次 对吧 你像马云他那种打怪 那就是超级大怪兽了 对吧 从这个一路打上来 每两三年阿里就上一个台阶 那这种人就是 每两三年阿里就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而且很多都得到市场认可 所以相当部分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腾讯一款游戏 一款游戏 从子拍游戏开始推 是吧 慢慢的一个一个得到市场认可 然后才 这个 但这个是成功的 失败的这种 就太多太多了 好了 我们这期其实是降杠杠的节目 那我最后说一下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个问题 说了这个政治问题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很乐于谈 但我确实是很生气 湖北省 武汉市 地方官员把事情做的这么糟糕 确实很生气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很重大 那特别重大事情 我也不回避 那比如说像六四 我做几年节目 我每年我都会跟大家做一集六四的节目 是吧 所以说中国的一些变化 由六四引开来的 这都是国家的大事件 那这一次呢 其实也是大事件 那后面呢 后面的节目也一直会 我都是保持这个节奏 因为我做节目 自媒体还算是第二份工作 我现在在家里没啥失作 就跟大家多聊一下 如果说 我这个 那另一个原因 就是我这个天生呢 就是也是一个原因 比较偏好高杠杆 就是看到高杠杆的事情 我就觉得有意思 挺喜欢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 其他一些东西 就没兴趣 比如说我从来没看过娱乐节目 我一看到那种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就受不了 这么多年快乐大本营 什么 爸爸去哪儿 这些从来都没看过 可能看过半集 小半集 吐槽大会 唯一看过 吐槽大会看过两三集 其他的什么 什么奔跑啊 兄弟啊 最火的这些从来都没看过 什么快乐男孩 快乐女生 什么这些都没看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情况 那不一样 最后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吧 就 刚才 我们这些重点 其实说的是中厂阶级的问题 就是集中力量办一件事情 然后还要好长时间的积累 如果办不成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说退而求其次 平衡自己的心态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我所了解的到的情况 就是确实是很难 无论是你有钱 还是说你受了很好的教育 还是说你这个 曾经也很厉害 或者怎么样 都很难 很难的上去 这个是调整形态 那至于未来的半年一年的时间呢 我觉得也是 国内中厂阶级洗牌的时候 中厂阶级也有 比如收入稳定的 也有这个 国营企业就收入稳定 是吧 但也有人 他是靠受教育程度高 但他是个凤凰男 从很苦的家庭里面出来的 那也有的是这个 就是各方面比较平衡的 这些情况都有 但每一个人受灾的程度就不一样 是吧 比如说过去几年投机过于严重了 买房子买太多的 或者说前几年炒比特币 去年前年跌的很多的 那这些呢 都是这个极大的风险 那未来这一年两年的风险 我觉得中下的就容易收到洗牌 比如说 面临着失业的问题 面临着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潜在来讲 股市上涨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怎么 怎么办呢 那个中下层他实际上没有足够的钱 参与这样的市场 就算机会来了 他也把握不到 这是很绝望的 就是 实际上这个社会上 应该说超过50% 甚至更多的人 他是属在一个什么状况 一个是没机会 机会比上面阶层少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 就算机会来了 你能拿也上不去 这个股市来了 你上不去 知道比特币会赚钱 听别人说过 但是没有操作能力 没有这样的视野 都把握不到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常态 所以这个是很痛苦是吧 难道没办法 只能 痛苦的时候 只能自己调整形态 好了 我们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